大家好,我是唐唐 今天给大家分享玫瑰饺汁的一种做法 准备好肉末,鸡蛋,姜,葱,葱,饺子皮,清水 在肉末中加入姜末,葱花,一小勺盐,一小勺味精 半勺蚝油,一大勺淀粉,鸡蛋清,搅拌均匀 搅拌至有一点粘稠即可 把饺子皮一个叠一个的叠好 叠六个饺子皮即可 将肉馅放在饺子皮中间铺好,不要放得太多 将饺子皮对叠 尾部沾一点清水 然后将饺子皮卷起来 整理好花边 我们再来看一遍 我们再来看一遍 先叠好饺子皮 再放入肉末 然后再对叠 尾部沾一点清水 卷起来 整理好花边 一个玫瑰饺子就完成了 蒸锅上放一块纱布 防止饺子变形 等水开后将饺子放入 大火蒸20分钟左右即可 想了解更多美食做法 可点击下方关注 再来看一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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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状态 2 3 2 2